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天一最终是掌握个人冠军 团体也是被我们中国包了 男子团体中国队再次蝉联 应该说也毫无悬念 当然在整个战斗的过程当中 像我们一些外援兵团 也是给我们国内的这些选手制造了一些障碍 比如说代表澳门队参加的曹云磊 这个水平也非常不错 这次比赛我们中国队也是很惊险 尤其是王天一对我们中国香港的棋手的时候 内盘棋是白丢一个子 应该是局面很不利的情况下 他最后利用规则 然后才谋得合起 所以说他拿冠军的路上也是很惊险 对 因为这个郑维童呢 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激烈的队伍 对 但是最后王天一呢 还是幸运地获得了冠军 对 郑维童最后一盘对越南棋手 没有把握机会 对 战役的情况下 对 被对方这个守核 而王天一呢 是输定的情况下 也是守核了 要核的棋 核定的棋 核定的棋 他对方走漏了 对 局炮对局势上全应该是可以守核的棋 对 我们来看这盘棋 这盘棋呢 双方激烈对攻 对 然后是中炮对屏风马开局 然后这个红方棋手是德国的 其实是我们山西的 国内山西的一位棋手 他是在德国留学 所以也是代表德国队来参加这个 这个薛安蒂呢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真人 这样 那个他通过微信呢 到跟我聊过几句天 他是这个山西太远人 对 是那个赵立琴 山西这个赵立琴名手的学生 对 他学过 曾经呢 这个也得过呢 这个省级的这个少年赛的冠军 对 后来呢 就是在学业方面呢 比较突出 一边下棋的同时呢 最终是这个远赴德国的留学 对 结果到了德国以后呢 这个象棋呢 一名惊人 夺得这个欧洲啊 还有这个德国本土比赛的这个优胜名次 对 他在这个去年的世锦赛 以及上一届的世锦赛上 都获得了男子个人第四名 就成绩很突出了 对 因为他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 对 这盘棋他直线呢 也是面对王天一啊 也是很积极下起来 洪方呢 就是选择了中炮过河区 对 王天一特大呢 直接是左马上和 因为平炮对居呢 就是特别容易呢 这个背入这些大谱 对 王天一呢 主动求变 最常见的呢 是直接走居集 居集这个变化呢 相对来讲呢 最近吓得太多了 对 可能王天一啊 也怕对方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他又变了一招 正所谓呢 高手善变 就说他什么样的棋呢 他只要具备相当的合理性呢 他都能够变 是 这个也是一个能力 对 他选择这个相亲性 对 这个是老谱 这个谱呢 应该是早在七十年代呢就看到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就有人走 是 但是后来由于呢 这个战绩呀 欠佳 所以这个棋谱呢 就逐步呢 遭到了淘汰 可能之后走向三进五 或者居一进一走得更多一些 对 向三进五走得最多 向三进五 那么最近呢 三五年呢 是走居一进一最多 向七进五呢 偶尔呢 我们也会看到 看来向七进五也可能会 引入新的这个潮流 向七进五确实呢 也有很多变化呢 值得去进一步探索吧 对 但是我觉得居一进一可能 还是最主要的潮流 对 居一进一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传统的走法呢 有居二平四 还有什么居二推二 对 还有这个居九进一 居九进一 还有炮八进一 都有 到底哪种好呢 也确实呢很难说 对 因为这个左马盘河的思路呢 最主要就是对红方这个过河区呢 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对 随时这个 就足夕进一冲兵的棋 对 他认为这个需要的时候 他就充足了 那薛元帝呢 也是年轻气盛 对阵王天一呢 他也一点都不退让 他直接走兵五级 是 准备呢强行呢 去对方呢 这个进行拼刺刀 这个棋所以就激烈了 对 他是这个兵五级 唐唐你自己也下过这个棋 我记得和浙江的选手 这个 陈静凌下过这个棋 对 我跟陈静凌下过 对 这个棋男子好像在联赛上 也下过好几盘 赵国荣和 对 这个 薛静下过一盘 对 然后黑方足齐级 对 冲足 然后红方这个 平局桌 然后黑方这个马洛进七 然后红方再马三进五跳上来 马三进五跳 这个棋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走法 因为最早啊 红尔黄和李勤走了一盘 对 黑方是走了一个炮八径 金炮 对 结果被红方这个拘四推四啊 什么地方这一退啊 他好像当时是冲击 先送了个中兵是吧 对 他抛出第一是不是 他好像是补了一首试 然后被拘四 拘四推四 然后他马七进八跳进来 对 他拘四平三 拘三推一 拘二 拘三推一 对 这个棋呢 这个 等于说这个棋以后有 总有一个拘四推四对居的棋 这也形成一个 这个 一个精简的这个便利 他宿蒙兵 他就将来有一个退居 这个棋黑方不一样 如果你不试的话 他可以 退居对炮 对 这样有马五进六的这么一个先手力 对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 黑方呢 就显得呢 有一些吃力 对 那黑方呢 通过这个不断的改革呢 他就 他 走下底炮 这个棋就非常凶 对 就是等于黑方呢 直接呢 立竿见影呢 跟你这个 直接对攻 这个棋 一般棋手还走居酒精一表多 对 这棋在国内的大赛上 一般都是红方居酒精一 黑方爬居酒的时候 他就可以 居酒瓶三 居酒瓶三过来 你要居八进酒 下底居的话 红方就兵武精一 冲兵 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 应该双方会有攻守 胜负也是很难料的一个棋 还是有进步探索的空间 而实战这个 居酒精一走的比较多 对 效果应该说也是比较符合 红方就当前的这个局面精神吧 对 或者说实战 他就是走 左五进一 然后黑方是 泡八瓶酒 然后这时候也可以再居酒精一 对 还是可以还原到这个 你一下我就保 你一打五箱我就把你砍掉 或者上将 上将 对上将 你居酒精一的话 然后我就可以 马五进六 马五进四 然后泡 马五进三 好多种变化 很多种复杂变化 还有兵武精一冲兵 好像好几种变化都是 还是说还是有这种战斗的 这个 很复杂的 国内的这个男子高手 好像下的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棋 大家觉得太冒险 那个谁呀 在联赛上也就下过两三盘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赵国荣和协庆下了一盘 对 那个棋就看谁研究就深了 是 那这个棋呢 目前来看呢 就是红方 还是应该走剧酒精 他实际上就走坏了 对 他实际上 他的其实构思路 感觉也挺合理的 就是他走了一个 炮五平三这个棋 他想着你什么时候下几局 我可以炮三尖二 把兵给打掉 顺便把我这个底下给看上 他这种想法 我当时拿到棋谱的时候 我就想 这个走法也挺好的 然后我现在有炮三尖二打足 有马五进三 然后马五进六 丢五进一一系列的走法 然后当时还想 这个棋是不是有一种新的变化 好 那我们看王天一呢 对待红方这个新招呢 怎么去 好 针锋相对 对 他当时走了一个 炮二进一 特别让我就是觉得 很惊讶 怎么会 就是说 突然走了一个 炮二进一的这种走法 不理 对 就是对你的这个三 七路线也是 知之不理 那这时候 红方就是 反而陷入了一个 两难的局面 如果我炮三尖二这个 打足的话 他正好可能有一个足三进一 那他居四退三 对 你居四退三的话 他就强行这个足五进一 七子 对 你居四平三吃马的话 他就可以再足五进一 如果你冰淇淋一吃我的足 我可以炮二平五 这个局面下 就是黑方 可以把脚给吃回来 而且这个居一平二 马上可以晾居 形成一个黑方 很满意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 就是说 克莱王提一这个 这个阵法呢 对 还是有相当的研究 对 等于说他炮二进一 是一个 已经制动的一个好棋 就看你怎么动 你要是怎么动呢 他根据这个需要呢 来去这个 临时呢 对付你 对 但如果你这时候 马五进三都足的话 他就可以聚八进九 下底聚 你就没有炮三进二的机会 如果你在相机进五 他可能会马七进五 这个 灯向 灯向 对 而且你马五进三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 他还是可以足三进一 你退居的话 他就病五进一吃掉 你吃掉的话 他这个 炮二平五这个将军 一将在足够已经拱过来 七子 吃掉的话 他是先下底居 先下底居 飞向他在炮二平五 他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你还是退居 然后我就可以 兵三进一吃掉 你再去四平三吃的话 我可以聚八进九 下底居 你这底相得看 五个相 五个相的话 他就炮二平五 等于说 这时候如果你再不是的话 他可以炮五进四 打你向江了 那居丢了 对 这二有聚八退三 但是你不补的话 这么大 对 所以说 这里边黑方 黑方有这种 气质的这些手段 就是黑方能把 右翼的阿龙炮 调动出来 这个豁人开朗 这里边确实 有一些战术 如果 大家要对这个局面 喜爱的话 所以说对这个旗 也得有相当的研究 和这个 中局战斗的这种能力 是 好 我们看看 王庆一炮二平以后 洪方走什么 洪方 对 洪方这个时候 正好也不能马五进六 马五进六 他还有足三斤 他就走了一个 居四退三 他也是想继续下步走 炮三斤二 这个吃足 这个旗就等于是 洪方的 这个进攻的旋律当中 突然的停止了 对 给了黑方 这个非常充足的 这个时间 来进行这个 拼杀 因为洪方 这个等于 这个居的位置又不好 他又退回去了 对 黑方 张老师这个旗 是不是洪方 这个炮五平三 又居四退三 这个走法 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合理 这个旗 就说 像你所说 洪方是有一定的思路 对 但是这个 可能从实案效果 不太符合当时的这个需要 就是说这个旗 洪方呢 毕竟呢 你是急功的旋律 然后突然又变成了 在侧翼防守 对 你这个在整体的思路上呢 还是有很深的矛盾 是 然后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呢 反而呢 这个消洒起来了 对 好 那么黑方呢 这个旗呢 到底呢 如何下一步棋呢 进行这个进攻呢 我们稍后呢 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 王天一呢 后手来迎战 薛恩帝的这个 精彩的对局 那么走到这呢 我们刚才说了 洪方啊 由于在整体的思路上呢 还是有些矛盾 对 他本来是集中兵的 本来是中路进攻的一个棋 对 现在变成侧翼防守了 所以黑方呢 就赢得了世界 黑方 马亲九 正所谓兵贵神速啊 对 黑方的这个进攻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好 洪方现在来不及了 因为现在足迹要冲霜 对 他又走了一个局势推二 进行防御 对 应该说这个薛恩帝小巷 还是有相当实力的 对 就是说中局呢 挺有力量 尽管在布局 这种抉择的方向上呢 欠也好 其实这次 本次这个市井赛 他也是凭借这个布局 先手战胜了澳门队的曹炎磊 对 战胜了曹炎磊 但是曹炎磊 他就走的是按照 您刚才说的 炮八级五这个老变化 然后洪方呢 也是按您说的 就是说布局走的是比较正确 就比较合理 曹炎磊呢 应该说这个奇才也是不错 但是可惜呢 没有这个经过呢 这种特别正规的专业 这种训练 是 可能呢 这个有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知识结构呢 不是那么尽善尽美 对 当然现在曹炎磊是回到了河南 可能河南那个小哥几个呀 在一起经常训练呢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突破 对 然后这盘棋我估计王天一 王特大呢 也是看到他们那盘对局 对 所以说也是进行一个改变招 对 跳马 他还是 这一方呢 就说王天一呢 这个 还是很有智慧的 他能够针对对手的一些特点 对 顾局的这个意图呢 及时呢 给对方呢 这个设下一定的陷阱 就是针对这个棋手 走这个棋比较熟悉 然后怎么在这里找些文章 对 因为王天一走向金进武 确实比较少见 一般他不走向金进武 向金进武这个棋啊 国内高手一般都不怎么敢走 是 走不好这个棋 弄不好出问题 但是他世锦赛呢 跟国内的打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针对这个海外兵团呀 你必须要突出重围 你不突出重围 你就拿不到这个冠军 走得太稳健的话 还是不好引起 所以说打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地方呢 只有参加过比赛的人呢 才有更深的体会 所以说你看王天一 这么凶的棋 他也走出来 他主要跟对手不一样 是 你看他在国内 跟洪志跟赵西 黑方一般 他们都不成功 这个还是有很大风险 所以说这个一二一呢 选择这个好的对策 也是很重要 对 这要打相 要登炮 红方平均宝炮 对 就被黑方 阻气仪一拱 下足 红方又红 怀仙冬炮 对 走了这么一圈呢 好像是 红方呢 把黑方的攻势呢 有所抵挡住 但是黑方这个时候呢 又走了一个阻气仪 送足 对 这步充足很妙 这期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四两拨千斤吧 对 就说这个棋 本身呢 是 一个交换可以 是凭子的交换 但是黑方呢 通过这个 送足呢 来延缓对方的攻势 同时呢 加快自己的反击的节奏 对 因为你 这期马五退三 退三 黑方就可以登掉你 那G3就是吃掉 黑方呢 可以G1 最简单的 G1进一 下部棋黑方有G1平六 G8进击 G1平六 这些 这些招法 红方的这个棋呢 对 红方的攻势也化解了 对 红方因为中路也 但是黑方的底炮 红方也没办法去 很好防守 这个棋炮很厉害 这个棋黑方也是 机会很多 所以薛安帝呢 看到这个棋的 这个特点呢 他也是不肯 这么走 所以黑方这个棋路族呢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攻势 巨方没有长 对 所以这个棋呢 应该说 黑方走到这儿呢 应该反先的一个局面 对 向着这个 非常有力的地方呢 去前进了 对 那么红方的马五退三呢 是比较稳健的 但是这个棋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变化 也是吃亏 对 那么薛安帝呢 应该说 还是有 很有北方汉子的 这个性格 是 从 尽管我没有见过他 他微信跟我 加了我微信 跟我那个 聊过几句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觉得他 这个棋风 还是非常的 刚猛 对 敢于这个亮剑 他也索性就是七项 然后 有一些出生 牛犊 不畏虎的这个精神 然后他也想保持 这个马五经六 这种变化 对 薛安帝呢 今年可能二十岁上下吧 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 二十一二岁 对 这个学习成绩呢 也非常的优秀 我听那个赵立琴跟我说 他说在这个山西 还有全国都得过这个 少年组的这个 少年冠军 而且他学习也非常好 是 炮九平七一打相 然后黑 红方十字镜 红方知识 对 黑方这个时候就 一级 对 从这个 大局着眼 就是 强行的 向红方的右翼渗透 那红方也是 不好防守了 就索性呢 这个孤注于掷 对 还是按照他的思路 对 还是让马五经六 跳进来 嗯 黑方拘一平六 拘一平六 黑方已经算准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集结兵力呢 啊 抢先的成杀 等于两个子都气掉了 随便吃 但没办法 他还是 这个棋就是红方只是吃子 对 但是呢 没法呢 形成更强的攻势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王天一走的还是非常精趣的 王天一的棋风呢 也是攻守兼备 是 这个稳的时候也非常稳 啊 这个功夫也很 到家 凶的时候呢 他呢 也有这种霸气 对 红方马六进霸 对 他吃马 吃炮 准备也是对 黑方这个六路军一个牵制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就走马八退九 对 他再棋一次 就是连续棋两个子 他把这个子都送到你嘴里去 对 送到嘴里呢 他不是乱送的 他主要是 为了下这个底菊 这就红方法而不敢吃这个马 这马不能吃 对 狙吃爆吃 他都狙八进九 等于以后 你吃来 下底菊基本就是绝杀了 是 然后还有打势 带僵 关键是 红方的九路菊 可能要丢 就是一下底菊 要打势 带僵仗抽菊 而且是杀其 而且是杀其 比如说你拿这个池 对 他下底菊 这个杀的他得送个马 对 他得送个马 对 送马他再逃这个菊 那这两个事 也都丢掉了 对 打一 他再聚三平六回来 是啊 所以说这个棋肯定是不行 没办法防守 所以说这个棋不用看了 对 他吃不了马 无奈走菊一平四来捉菊 对 这个捉菊是个巧招 你也不能吃他的菊 吃完了马八进七 是杀其 马后炮 他马八进七正好给他定住了 对 这个棋红方也很无奈 是 他这个 等于说这个四路菊 他反而也是有个问题 因为你出将 他可以菊八进一 出将 他抛七瓶酒 瓶酒也行 对 你不敢吃菊 吃菊是杀其 一将上将 炮酒 炮酒第一 出将也来不及 所以这个菊也没法保 等于说你这个菊 反而被困住 所以他无奈 他走了一个马七进五 他想把这个中兵给吃掉 把这个七组给吃掉 这样子化解 那个七路线的问题 他菊八进九 对 他这时候再下地 现在你也不能蹬 他抽着菊 抽着这个九路菊 打一将打一将 对 鸿旺菊 菊九进一 连住 这个时候 现在 就看着好像也是 这个对峙的一个局面 但是黑方 这个棋就是说 从表面上来看 红方最主要是 卧槽马 给黑方 巨大的牵制 对 黑方通过 下面的招法 把红方这个攻势 一化掉 可以说 就是 立竿见影的 取得了盛势 他马三退一 这部马三退一 对 他退马 最主要就是 换掉你这个 卧槽马的攻势以后 就可以取得 这个决定性的战果了 是 这个棋 红方就没有办法了 走到这就没有办法了 他走到什么了 平平吧 他实战是走的一个 平平四 那马一架 先换掉 对 他马一架 就把你的这个 很威胁的 这马换掉以后 红方就 这个大戏唱完了 对 就得看看黑方了 十六镜 然后他炮我平八 就是黑方走 黑方走了一个 鞠六平八 就把自己的暗鞠走明 这个鞠同时有手段 它是什么手段呢 假如你 你往上跳 对 不小心 对方有一个打势 那只能是 十五退四回去 然后他鞠八平六 这是陈亚军 你舔 陈你鞠吗 你上将 那只能上将 他鞠一将 然后炮再四过来 就是鞠马炮兵 这个组合杀法 对 所以说呢 就是有炮打势 砍几势的棋呢 对 他鞠了兵八 是这么一个棋 对 同时呢 就俯有这个 打势杀势的棋 红方来不及 这个马呢 离线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眼看着 这个 对方的攻势呢 越来越强呢 这也没办法 是 这样子 红方呢 现在就是个 攻势被化解掉 这个黑方看 开始表演 他都试五 对 试五进六 然后他进鞠桌马 对 也是逼迫你的马定位 对 这样子他 那只能 他当时 他当时走了一个 马五进六 嗯 可能这个棋 已经很难下 然后是马五进七的话 他可能也是 这还 这边还有这个 桌霜的一个棋 对 这个棋呢 这个棋呢 局面上呢 就是黑方 虽然说少一个子 但是这个攻势太强大了 可能主要这 红方已经 这个崩盘了 已经不好处理 对 这个棋就是说 黑方呢 形成了七子抢攻 红方没有棋 黑方这个攻势太 猛烈 红方这棋守不住了 对 就是这个 实战 他走了一个马五进六 嗯 马五进六 然后黑方呢 本身也可以 抛弃平四一将 把马吃过来 嗯 但他没有这么选择 他可能想尽快这个 打回来 他怕打兵呢 可能觉得还麻烦 对 他索性就平居捉马 嗯 让你马跳进来 你跳进来 我也不怕你 我再去自己一吃吃 他这个 这地方就算得非常精确 因为马第三枪 也没有用 对 枪他出来 你平冰枪的话 他正好去四平六 还能垫上 垫上你 你还逗不了 对 他还要反 反打式 戴江杀死你 对 反而这个 你将军越将越坏 这个反而被 黑方这个 有偷吃居的机会 对 怎么下都行 足迹平六都赢 对 也没办法 啊 所以说 红方呢 也不管 先将 他先平兵了 对 兵子平三 对 他兵子平三 他这么平 是个杀棋 呃 这个平呢 也是红方 就是想 对 最后的一 最后 再坚持一下吧 是 黑方走十五斤六 可能 对 可能这个也 也没办法 可能这个 炮打兵 炮打兵也不行 将军一下 将军然后 炮八平三 打足 好像也 他还可以 推炮打一枪 打足 打足他可以 居持 你平兵将 他还可以 居西平六 对啊 你这个居 离不了线呢 对 他最后呢 是想要走了一个 足四 兵四平三 也是想最后一搏吧 然后 黑方正好 就是十五斤六 就是 知识呢 就是说的比较安全 对 防守 先划掉 红方的这个 马斯基三的威胁 对 然后再说 对 他这时候 再炮八进三 他想要炮八平五 将 有些走 攻势 这个棋呢 黑方看到 时机成熟呢 就是发动了 最后的进攻 对 我觉得这几步 王天一 就是下得非常果断 就是这个 他继续弃子 对 这个局面呢 就是说 看起来一时不好突破 对 好像没有 但是黑方呢 就是把这个子力呢 一切展开了呢 马上就 获胜了 对 他走足 他继续弃子 逼迫你 去四平三 就只能吃了 然后他炮七 退五一将 可以上将 上将 只能上将 对 这个棋呢 黑方实战是 炮七平五 其实最简单 就是吃事 吃事啊 准备 聚八平五 就这个将 是挡不住的 对 你炮 你炮一将 就把相随便 躲一点 再飞向 飞向 摞向都可以 对 等于还是拦不住 这个聚八平五 你马挂脚将 我上将 跳一将再上将 就是这步棋 你是万劫不复 走什么 都是聚八平五 对 拦不住了 就这个中炮 也拦不住了 他就是老将 这好 这个棋就赢了 这个棋就是 当然 这样赢得更快一些 对 王天一呢 没有走出来 但是也不影响 他走得比较稳 他走了一个炮七平 他省得你中间僵 他是想以后再走这个棋 然后洪方最后呢 两步是冲兵 他打掉 然后是换掉 对 因为你如果再吃的话 他就居自家了 也在这上 他居僵了两军 他一看吃炮也来不及了 他想退马 退马来登居嘛 来登足嘛 对 然后黑方呢 就简单的这平中足 洪方就认输了 是 因为这个棋呢 确实也 正好这个双鞠兵都到位了 你飞 对方鞠鞠一将 然后鞠杀一将 这都带着尖呢 就跑掉了 因为你殿鞠 知识都僵死了 对 你还得出将 出将鞠就丢了 对 鞠就丢了 鞠就肯定说了 就丢四项零 零三 所以这个棋呢 你看说双锋杀得非常激烈 对 这个薛安帝呢 也是 见到高手呢 也是毫无畏惧 对 所以说两个人呢 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对局 当然从技术上来看呢 还是王天一呢 这个高了许多 对 在局面的分析上 还是有很大差距 对 还是取得了一个完美的胜利 是 那么最终为他夺得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冠军呢 也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